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听歌会我去了这样子 其实我在看旁边的人的反应 好恐怖 紧张 因为你们两个跟那天那个主持人 你们很熟吗 没有到太熟 但是因为我们都会听Podcast 就是也会听台通 因为他很非典型的音乐类的这种主持方式 所以我也在适应那一天 他的pattern 他的模式这样子 我们先回来聊专辑再随便乱聊 因为每次都是先随便乱聊 后面就快没时间聊专辑这样子 这张专辑花了多少时间 它算是一个疫情下的产物吗 我2021年写完 写完 歌 可是真的可以录音的时候 算是疫情下的产物 所以就跟着疫情走走停停走走停停的 所以他也是修修改改修修改改 对 录录停停 录录录 修修停停也算 都有 就是都在这段时间里面 就是一直修改 各自修改 对 然后录音也是就是 因为可能因为编曲 我们两个都没有确定的时候 我们就不敢 直接进去录 OK 就想说我们最好都是可以弄到 大概七八成的编曲 然后再去录音会比较稳一点 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有一个印象 2020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很多延后发片 然后音乐节什么全部喊停 然后隔年2021年又三集什么什么 就是状况一直有 然后纾困3.0 4.0 对 然后我又是被文化部请去当 那个纾困的评审委员 然后看到一堆乐手老师来请 我说这都我认识的人 对 就那个状况 然后大家有一个说法 就说啊 这样子大家就专心在家写歌啊 那疫情后就会有爆炸性的那个啊 量 量或者是呃就百花齐放这样子啊 对对对对 我等到现在好像没有感觉到 今年才刚开始 今年才刚开始 今年会有 今年会有 你们觉得会有这件事情发生啊 应该吧 哦 感觉大家都开始步入正轨了 哦 OK 对 因为我会很好奇说 那大家在疫情里都在想什么 做出什么样的艺术品出来这个事情 可是我相信绝对是 大家能写歌都在写歌 这个我相信的 你们两位都是蒙在音乐的世界里这样子 我是啊 卫平室 因为我真的没事可以做啊 然后就很像你 呃 假设你知道末日要来了 你是不是要存 赶快去那个超市存一些量 所以有那种2012感是不是 就是会有那种末日感 末日感 所以我会想说 诶我不知道之后怎样 那尽快先多写一些歌 那卫平我可以问你 你假想过哪些画面过吗 就是 比方说 诶 封城这一封下去会多久 OK 对 那 呃 不能表演这件事会不会 持续多久 哦 像这样的事情都是很直接的 哦 我想的都比较那个人类演化的问题 哦 哦 你说人类可能想要灭 哦 就是没有人生小孩啊 就是 就是我想的都是那种文明性问题 呵呵呵 那种时候我都会 看一些比方说老高 看的时候 哦真的吗 就会说啊 经过 因为其实人类 本来就已经不是纯种的人类 我们没经过什么西班牙大流感 经过各种瘟疫 其实早就已经被病毒 住过很多次 对 所以其实我们都已经不是纯种的 可是我刚刚讲那个也有点根据 因为我朋友在跑这个呃 就是政府的内政部的新闻的时候 他说他的小孩2018年出生的时候啊 那年台湾出生人口18万 嗯 那他小孩去年5岁 5年后台湾去年只剩13万 这就真的比较 就是可能大家也会害怕吧 这个问题好大 对啊 然后我在想这些人十几岁后去念大学啊 可能大学根本没有10万人 蛮有可能的 这问题太大了 对啊 有点太严肃了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 我那时候可能需要人家看护 可是没有年轻人做这些事情 没关系没有年轻人 可是那时候有机器人 那时候有机器人 对对对对 所以我现在看那个美股啊 都是找有机器人 所以把面研发的 很好理很合理 对对对对 预先布局 对预先布局 对对对对 所以你在写歌的时候都在想象的是 你刚刚讲的那些问题就是了 包括你说乐手 你说演出没有了 没有耶 其实写歌反而是可以比较pure一点的 但是多少有受到疫情的影响 可能写的歌有一点比较 嗯 反映当时的心情吧 比方说 哦那时候大家都惶惶不安 也许反而想要写一些 嗯 疗愈的文字 嗯哼 对对 像这样的事情是有可能的 如果不听文字 只听那个音乐跟乐风啊 我是没有那么强烈感觉到说 它跟疫情有绝对的关联 哦可能我也不是那么 刻意的做这个 对对对对 应该说在音乐上 我们这次反而是比较刻意 想要走一个比较轻松的 哦 比较回归到TV原本 一开始的初衷比较轻松比较摇滚 而且你们有一些音色 其实还蛮890的音色 哦对对对对对 就是都还是会去抓一些元素 看怎么样可以让这次的TV 可以跟以前再有点不一样 嗯 应该说我们就是听很多西洋音乐长大的 是 当然我们是做摇滚乐没有错 嗯 但其实我们喜欢的 各式各样的啊 嗯 也喜欢金属 嗯 也喜欢欧陆垫子 嗯 也喜欢 旁克 嗯 有欸这张里面都有 对对对对 放一些放鞋 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说 我们专长的跟我们想做的 嗯哼 永远想做的都是更多的嘛 嗯对啊 那那个新的元素会是什么呢 新的元素 哦 最具体来说就是我们跟很多杰出的音乐人合作 哦一个collaboration的概念 对对对对对 这个是最直接的 嗯 就是可以看到的 嗯哼 那我觉得有趣的事情是 像比方说有一些歌曲 我们甚至是走一个电影感的时候 就直接找电影配乐大师 哦哦OK 独立来合作了 是 那这就是最直接的不同 因为以前我们可能比较习惯就是 就是埋头 就三个人关起来自己弄 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一次有打开很多窗户的感觉 哦可以这样说 算是一个开始吧 哦 这会是未来你们继续这样做的模式了吗 我应该说这一次的这个模式 我个人蛮喜欢的 嗯哼 所以我觉得未来 应该目前 以目前来说会想要朝这个方向去 多方的跟别人一起做 预算会多很多吗 的确多比较多 谢谢公司 对对谢谢真的 这一次录音应该也是 算是第七章嘛 算是我们 费用最高一次 费用最高的一张 哇 但其实我倒是觉得 不一定耶 我觉得完全取决于我们当下想做什么 搞不好下一张 可是我看第一次MV出来的时候 我就会想 这张预算是多少 谢谢公司 谢谢公司 所以你看视觉跟听觉 预算都显然很明显增加不少 但也许下一张我如果想做个民谣 会吗 我觉得不可能啊 真假啦 都是想到什么做什么的啊 我们一直都是想到什么做什么的啊 其实真的蛮想要再多一点尝试 其实尝试那些我们本来不拿手的 因为我们本来拿手的就是这个样子 嗯 那我其实我们两个其实蛮希望就是 那我们有我们的这个基底 嗯 从我们这个基底出发之后 那我们还可以再加入什么新的元素 让TP可以有一个新的化学变化 是 嗯 这是我们两个蛮想做的 就是永远在 呃 怎么讲 在乎听众怎么想之前 都是要满足自己的创作欲望的 其实我们写歌都是为了自己 这一次有哪一首歌是满足点最高 全部都是 真的吗 几乎都是 如果真的满足点最高 或挑战度最高啦 满足点最高应该是从地心传出那首 就是第一首 就是大家跌破眼睛的 是是是是 因为我就是一直很喜欢 嗯 欧陆电子音乐 嗯 但是以前总觉得不适合做 嗯哼 但是这一次能做 以前觉得不适合做的原因是 因为我们是摇滚乐团啊 哦你有自己给自己贴hashtag 有有有有 我们这种本格派的 哦天哪 哦 然后这次是因为刚好 因为也碰到合作的制作人小马老师 他也有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指引 所以就放心的去 他是丢reference吗 还是怎么样 哦不是不是 就是我们也在想说怎么做会更到位的时候 哦 他就说那不如直接找瑞典人来做呢 他是本来就认识人家吗 对对对 对他正好也认识 哦 就想说那就询问对方那边 对对对对对对 可以给予什么样的帮助 OK 对 因为我们也想过说 是不是我们跟谁谁谁合作呢 会不会有那个风味呢 那边的费用会很高吗 哎这个是 嗯 不好说 跟其他作品相较 但是比台湾高啦 哦 以一个均价来说 哦 对对对 对对 但是是负得起的就对了 呃 应该说 地心串出并不是这张专辑里面最贵的一首歌 哦 嗯 这最贵的 最贵的是Human Air 也是卢绿明大师的 对 哦 因为他都用那个 因为编制 编制的 我懂我懂 对对对对 哦 这是两个不同的思考啦 对对对对 对对对 那我们先从哪一首歌先听好了 还是就是从刚刚那首 我跌破大家眼睛的 中心串出 对对对 好 我们先听这首歌 待会儿回来继续跟TC Back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